圣父及主及圣神,自明者,阿们 思夺生活第二 这个奖,我曾经用这个奖做过毕竟 是2019年耶稣圣星节给平信福做毕竟 因为是耶稣圣星节,我们是多神父必须有耶稣圣星的心 这个讲座要表达的是第一,神父们心中的心声 这是我想表达我心灵深处的声音第一点 第二点,你听了之后,教友们,你想一想 你能为神父做什么呢? 我开始讲 进来二三十年,天主教在各地各界起了风声 大叔神职人员被控告,性虐待小孩子 英文呢,他是用这个字abuse abuse abuse这个字呢,可以广义的看,也可以狭义的看 是动词也是名词 abuse这个字呢,可以说是什么呢?浪用 广义的看,万言乱说话,万为,五路,虐待 我这边呢有九个例子 来讲abuse这个字 abuse abuse 可以是浪用,虐待,万言 我有九个例子 第一点 用东西或用权力造成不良的后果 比如说,法官abuse,他的权力 随便惩罚民众 这个abuse呢,意思是滥用 法官滥用权力,惩罚民众 第二,以不良的行为,过很残忍的手段,捏带动物 折磨动物,abuse 第三,没有道德以及合理的行为 万动,迷酒 迷,想喝酒每天迷着,迷酒喝得熏熏的 第四点,从尸体上看出来,死者受到虐待 第四点,从尸体上看出来,死者受到虐待 在言语上,是万言,比如说,病人跟护士吵架 病人用粗话骂护士,万言 在言语上,abuse the nurse 第六点,消防打权,暗权 万为,不管谁对谁错,全班都打 abuse the student 第七个,柜台呢,经常写,请你们不要侮辱我们的工人 don't abuse our workers 第九,有一次我到泰国去 泰国这地方叫做Jakchujak Market 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舞间,在中午,在大众面前呢,跳舞 打鼓跳舞,满身都汗 满身流汗,这两个孩子呢,一个大概五岁吧 一个是六岁吧 围绕着人呢,围住,人围住,看了之后呢,没有人出声 中间呢,放一个碗,让你们放钱,没有人放钱 没有人投钱 那这两个孩子呢,表演呢 表演的样子呢,很笨,很愚蠢 没有人拿出一分钱来,放在碗里面 很可能在这种情况的背景呢,是有黑社会的人在感觉 我觉得天下没有父母了,能够让孩子在大众面前这样丢脸 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父母不是父母 我看了都心疼,我觉得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对小孩子的虐待 child abuse 在曼谷这个地方,两个小孩子打鼓,跳跳跳 很笨,他这样子真的很蠢 满身大汗,没有一分钱放在碗里面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次呢,我在曼谷的街头,马路上走 看到一个母亲当气盖 旁边有两个孩子 躺在街边睡觉 我还给他泰租一千块 我还给他净千块 我走之后呢,两个小时之后呢 我回头看呢 我发现这两个孩子呢 已经起来了 坐在那边吃 Maggie面 那个Maggie面是杯子的 Maggie面 两个人在那边吃 样子是很可怜 很可怜的样子 为什么母亲能够带着这两个孩子 在街头淡去带 每天吃Maggie面过日子 这时候我想 这不是在虐待小孩子吗 社会怎么看呢 社会怎么看呢 在你面前知道这件事发生 难道不是虐待小孩子吗 这个字abuse 我已经给了你九个例子 9个例子 9个例子 本地的例子 新加坡的例子 在古代 教会学校 校长老师 教书的修士们 修女们 都会鞭打学生 可以吗 可以吗 如果鞭打孩子 使得孩子 失去他的自尊 造成伤害 内疚 丢脸 这是过分而已 这是不对 如果鞭打孩子 使得到身体的伤痕 那更不对 如果大人打小孩子 越打自己越高兴 那更更更更不对 折磨别人自己快乐 那更不对 在我小时候 我父母是很公开的鞭打我们 只有鞭打我们才成长 只有那种羞耻丢脸 我们才会把坏习惯转好 那个时候除了鞭打之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个时候的鞭打 没有人说是虐待 每个人说这是管教 不是虐待是管教 当年鞭打是唯一的管教的方法 今天的人认为鞭打不是管教 是乱打 鞭打是虐待 那请问如果不鞭打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在新加坡 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 九岁 他跟父母要手机 父母买手机给他 原因在哪里呢 父母认为 每个人都有手机 我孩子也要有手机 这是人权的问题 父母觉得这是人权的问题 每个孩子都有 我孩子也要有 这是人权 父母觉得是人权的问题 其实 这不是人权的问题 问题在于你这个九岁的孩子 是否会不会用手机 会适当的用吗 今天 国际上 国际上 九岁的孩子 都看 环色的录影带 sex show sex book 十一岁的孩子 有性关系的 这是人权吗 今天 很多老师 都不管教孩子 那位 让父母自己去管 我为什么要管 我管你的孩子 你不高兴 好 我不管 我教书就好 你带回家管 真的带回家管 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呢 我妈妈呢 对我说 如果老师打你的话 我请这位老师 喝咖啡 老师别打你 我请他喝咖啡 我妈妈这样讲 今天 今天 老师不打 我们教书就好 你带回家自己管 今天谁在滥用呢 谁在侮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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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零年 是葵多利亚末代的时候 The end of Victorian age 一九六零年之前 人都很保守 一九六零年之后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自由性行为 女孩子开始穿Biggini 短裤短裙 在外面跑 婚前性生活 离婚 同性恋 有的旅店呢 不用穿衣服 不用穿裤子的 有的沙汤呢 也不用穿衣服 不用穿裤子的 完胜录影带 到处都有 多胎很容易 同性自由 这是一九六零年 之后的世界 到今天 一九六零年之前呢 天主教呢 你到圣堂去 男人坐一边 女人坐一边 一九六零年 六零年之前 一九六零年之后呢 全部都坐在一起 当然 它的好处来 你讲到 虐待儿童 性虐待 今天的事实 世界各处 都在控告我们神智人员 在这方面 好像有一点错乱 好像有点错乱 我分析了之后呢 我给你六点 分析 第一点 当有人控告我们神智人员 有这种 坏行为的时候 这时候呢 变成是 一个个案 A Case 那通常呢 这种事情呢 已经发生在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了 现在呢 拿出来讲 就是说以目前的法律 来解决五十年前的那时候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以今天的法律来解决五十年前的问题 第二点呢 当每一个个案 在每一个个案当中 受害者呢 通常是 教友 受害者呢 都一一记得 情况的发生 再加上 伤痕 跟情绪 描述出来的故事 真的 是很真 非常的真 似乎听起来 好像刚刚发生的 那被告者呢 通常呢 是忘了 因为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忘了 我在此呢 不是在围固任何神父 I'm not protecting any grace 当我们 被人家告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想不起来的 想不起来的 对方 告我们 对方受伤 我们也受伤 真的 我们的伤 也是轻不了 很重 实际上的伤的挫折 也不轻 第三点 受害者呢 受到当年的伤痕 OK 当年呢 没有人保护他 今天呢 机会来了 来 讲法律 当年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有还是没有 到今天都成为焦点 成为今天 世界新闻的新鲜感 多轻微的事情 也会变成很严重的事情 第四点 一向来 教会 不是政治家 也不是社会法律家 一向来 教会呢 是伦理家 教会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做伦理家 我们用的是教会法 我们处理事情都是牵涉到个人的婚姻问题 多胎那些问题 这种问题 教会法没有办法处理 一定要用到社会法 也因此呢 教会呢 被拖去上法庭 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年呢 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教会如何去面对呢 很多人觉得 教会都在隐瞒 瞒着人 很多人觉得 教会都在 唯物神之人缘 很多人觉得 教会不为 受害者是冤 实际的 坐下来看 教会 在这方面 不是专家 不是专家 但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 教会还要去参考其他的专家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社会法 牵涉到国家的社会法 你得参考其他教会以外的专家 第二点呢 教会法典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再说圣召是天主召教的 神性跟恩闯之 是借着圣事给我们神之人员 我们当神之人员 不是靠 及格 也不是靠功劳 完全是靠天主的恩典 完全是靠天主的恩典 也因此呢 当神父跌倒的时候 教会没有办法把这个恩典拿掉 没有办法 恩典是天主给的 当一个人生神父的时候 恩典是给这个人 教会没有办法把他拿拿掉 没有办法 教会无法回去 或收回这个恩典 因为 世纪永远是世纪 教会机构呢 没有办法用社会法呢 来控告这个神职人员 教会只能够掉纸 把这个神父掉出去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说了 一方面 教会法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呢 教会的机构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个受害者 当你的机构里面 有一个神父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整个教区受伤了 受伤的是教育 是这位神父也是整个教区 事实上这种事情发生 教会也受伤了 第六点 当一个个案变成了一个事实个案 when it becomes a case 世界 社会 以及教会 多了一个臭闻 这时候呢 主教就不准这个神父主持人 媒体呢就到处宣传 宣传 都是新鲜感 是一套新鲜的新闻 大家都会买报纸看 事实上 当法律判决这个神父之前 判决之前 媒体和谣言 已经谋杀了这位神父的生涯了 真的 这个神父 这个时候主教不让他主持人 他能做什么呢 他每天呢 难道躲起来吗 他还是要灭在人群中去承担 你个人都问他真的吗 他得答复真的吗 在教会 法庭也好 教会也好 审判之前 媒体跟谣言已经在某方面 谋杀了这个神父的生涯 在你一直认夺的时候 生神父典礼的时候 主教都会跟新的师徒讲这几句话 你要默思听主的法律 相信你所念的 你要教你所信的行你所教的 你要以言以行去建立这个家庭 就是天主的教会 要记得你是在人群中所被选的 你是被富有的 为人为天主建立这个关系 很美 非常美 其实我们进度的时候 主教的那一番话非常的美 我们都要记得 记得到我们死 让我们去探讨思脱生活 什么原因是我们不会快乐呢 什么原因是我们跌倒呢 为何我们当修士的时候那么快乐 当了神父不快乐 为什么当修士的时候好像无事 当了神父发现有很多问题 没有解决 好像是这样 在我反省里面 我写下来这十个例子 你慢慢听 当我们当修士的时候 好高兴 当修士的时候 然后呢 只有一个愿望 盼望 我能够生神父 盼望我能够这一天快点来 我当神父 当修士的时候 就这样子想 一当了神父 你发现好像有很多问题 我都还有解决了 个人这方面 团体这方面 我还有解决了 怎么办 我这边有十点 10点 是我自己想出来 我写下来 这是做神父的心声 My voice 我的心声 第一点 我们神父 我们的专业 不是建筑 不是管钱 不是礼家 不是木款 我们专业是祈祷 带导 带导 拜访 第二点 我们是平凡人 你们平凡人所有的我们都有 但是 但是 我们还要去听告解 还要去扶手 你们平凡人 能够说 我们只是平凡人 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 这是一般的平凡人讲的话 我们神父 我们是平凡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那些 听告解 覆手 那些 驱魔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是平凡人 我们靠的是恩典 天主的恩典 第三点 我们带着个人的软弱 站在读经台讲道理 站在机台主持人上 教友在国际店 都可以讲我们 教友也能够把我们跟别人相比 教友也可以骂我们 教友也可以写信给主教 去告主教 教友也会把你的事情 你WhatsApp划给天下人都知道 第四点 在知识上 在知识上 我们的IQ 蛮高的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念哲学跟神学 我们的IQ是蛮高的 在心灵情绪的EQ 不一定高 不一定高 很多人在我们身上要求很多 但是我们仍然还是 软弱的平凡的 第五点 世纪生活 在世纪生活中 成圣是目标 否则如果我们不成圣的话 我们在师徒的生涯当中是简直在让费时间 If we are not holy, we are wasting our time 神父他需要足够食粮 足够睡眠 他要有时间祈祷 要有时间默想 他才有能力去度一天的生活 神父无法说明 他无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神父呢 他也没有时间追求他的爱好 他的嗜好 没有时间 他也不可能过自己的生活 他也不可能经常在台上表演 那里有时间表演 神父也不应该追求成就感 没有成就感的 在天主面前你不应该追求成就感 也就是服务 服务到你死 第六点 我们还是人 我们经常处在爱跟恨的当中 我很爱这批教友 我恨这批教友 我们处在爱跟恨的当中 第七点 我们念的是教会法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受到教会法的惩罚 但是如果牵涉到社会 我们还要受到社会的制度 我们念的是教会法 帮助教友度性感生活 但是我们如果犯罪 我们脱离不了社会的制度 第八点 圣招 不是求个人的荣耀和棺材 而是走出去服务的 我们给教友们的 不是我们的文凭 资格 而是我们的牺牲跟奉献 当我们做对的时候 当我们能做的时候 每个人都来找我们 当我们有一天不能做的时候 做不了的时候 恐怕我们剩下的只有一张船 跟一个轮椅 我们得要有心理准备 剩下是一张船 跟一张轮轮 第九点 最大的挑战呢 最大的忧惑 最大的困难呢 是什么呢 世俗化 世俗化会使我们 失去我们的圣虫 我们的圣兆 失去我们的恩典 我们 没有家产 教区神父可能有 我们修会神父没有 没有家产 我们发散三月 我们的立足之地 不在世界上 第十 每一位司徒 都是被召叫当牧者 他必须把他的文凭 跟成就放一边 忠实与侍奉而服务 如果他不了解这一点的话 他必须以为 他的文凭 他的成就 带给他 这个地位 错了 再说 神父必须去 侍奉 去服务 如果他不了解这个原则的话 他以他的文凭 以他的成就 恐怕呢 他会把教堂弄得 像一个专业的机构 cooperate organization cooperate shop cooperate factory 专业机构 这是十点我想出来的 我写完这十点之后呢 我还记下去发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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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一层去去思考 我还写下去 听就好 深论去去思考 第一点 在今天的世界上 今天的社会 有两件事情不可以发生 如果发生的世界 不会宽恕你 不会饶你 不管是 平信徒也好 司徒也好 教会的领袖也好 这个 组织的领袖也好 反正你有权利的 你在管东西的 你有任务的人 要记住 两件事情在你身上不可以发生 一个是钱财的丑闻 账目你要做得好 不要忽略 第二呢 就是sex 性方面的丑闻 不可以跟任何人有什么关系 这两样东西 是今天世界呢 看成是最新鲜的新闻 千万不可以发生这两件事情 世界不会宽恕你 就算天主能宽恕你 世界也不会宽恕你 世界不会怜悯你 世界在等着把这个事情 泄露出来 世界会用他的方法来惩罚你 夺去你的自尊 使你失去尊严 失去人的价值观 使你羞恥 抬不起头来 内疚 钱财 跟sex这两个字 这两个东西 会毁掉你这一生 第二 这个我讲了很多次 生神父典礼 不是毕业典礼 我们不可以 以世界的眼光 看四夺生活 这不是一份工作 也没有这工资 不是靠文凭学问 也不追求荣耀和声望 我举例子 一个很乖的孩子 父母很希望说他有神兆 他也用供应书 每个礼拜去教他 甚至于他搬进去小书院 住在小书院 很多人说他是未来的神父 小书院念完 进到大书院 自动直接去大书院 非常用功 什么都好 最后呢 一个很隆重的弥撒礼仪 把他伸到神父 当然他也念哲学神学 这个人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什么生活纪念 experience 都没有 这种顺顺利利毕业的 是一种理念 ideology 理念 我要讲的是 人还是有血肉 人还是肉体的动物 最怕是将来 这个孩子 没有学过的东西 没有得到的东西 没有过的东西 以后他很难处理 尤其是人际关系 他怎么处理 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不小心 发生性的问题 或者说 当他在成熟的时候 在这方面 他不会去克服 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去克服 他就是在这一方面 永远是不会快乐的神父 师多生活 不单单是做弥撒 他还要懂得处理 师多还要懂得处理他自己 自己的生活 包括他的私生活 要懂得处理 当我们人际关系不懂得处理的时候 或者说处理错了的时候 造成是什么 别人都想我们滥用 我们捏带耳同 我们侮辱别人 我很强调这一点 我们的修会 要进来的 在新加坡 新加坡人里一定要当过兵 第二 你最好的 有工作纪念 有女朋友 那更好 生活纪念 工作纪念很重要 从小到大 一直这样伸上去 伸上去 一直伸上去 这是一种 顺顺利利的理想 理念 ideology 当人际关系不懂怎么处理的时候 身体发育当中 发育的现象不懂怎么处理的时候 这个神父一辈子面对这个问题 第三点 师徒在平信徒的眼中 平信徒怎么看我们死神父呢 他们觉得我们神父应该有责任感 应该很会讲道理 耶 平信徒呢 相信我们 尤其在钱财这方面 很相信神父 在教导的方面 他们也很相信神父 甚至于他们愿意把孩子交给神父 把孩子呢 礼拜天交给呢 教堂 主办单位 山药礼班 当教友们在万米撒的时候 眼睛都在看神父 在天主教里面 神父是交点来的 基督教一样的 人也是跟着牧师 牧师神父都是交点来的 也因此牧师也好 神父也好 都有某种权利 We all have some rights and authority 那我们要怎么去用呢 怎么用呢 当我们面对牧林的时候 我们都有权利 神父我们都有权利 都有权利 行政 当在牧林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不可以躲起来 我们不可以逃 不可以从后门跑 尼撒做完从后门跑 教友的就找不到我们 这不对了 神志人员 神父也好 牧师也好 当我们走入人群的时候 其实 我讲了很多次 除非他走入人群 他的道理才会进步 他碰到教友的时候 教友的生活例子 帮助他讲道 如果他不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他的道理永远没有生活例子 永远不会感动人 神父都有这个 authority 权利 你要好好地用 神父必须进修 新加坡政府都鼓励人民多念书 加强自己的艺术 何况是我们做神父的 那我们不能这样 开始弥撒 什么都没准备 不可以 神父不能 神父不能 也不应该开始一台弥撒 没有准备道理 不可以 他必须要准备道理 让圣神不断地去 灌备道理 灌照他 他不可能 弥撒开始 还不知道今天的福音在讲什么 他要找时间进修 上课必经 默想 他这一生呢 他要去平衡 去平衡什么呢 关怀 慕名 宣讲 朝拜 拜访行政 一切他要去平衡 他得去平衡 静默祈祷和活动 他有他的私生活 他有他的公开生活 他有他的私下去的地方 他也有跟教友一起去其他的地方 这些都得要平衡 也因此他生活 同时都要低调 他必须知道他自己是公共人物 一个公共的地方 处在公共地方 也因此他要尽量地低调 如果一个神父不低调的话 他会做错事 危险 尽量低调 下一点 我要讲的是 礼仪和灵修 两者不应该有冲突 我刚才讲了 我预见的情况就是 我看到的神父就是 冥杀后呢 往后门跑掉 不要见人就找不到他 我一不然就认为 有灵修的人 他一定把礼仪做得很好 一定 有灵修的人 他礼仪这样做一定是很好 不能够单单把礼仪说成是弥撒 不是 人的一生都是礼仪 如果这个人有灵修的话 他的礼仪是很自然的 礼仪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个小时的弥撒礼仪 不管你怎么做得好 做完之后还要跑去躲 那灵修是有问题的 灵修是有问题的 教堂外方的礼仪 Official Liturgy 只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其他的礼仪 都是在你的生活 在我的生活 包括我们辅导 我们教养 一切都是礼仪 所以我说施多的圣招 的招教不是单单做圣师 在生活上你要做君王 当司机 当先知 如果我们对自己身份不清楚的话 在生活上恐怕 会发生这几件事情 如果我忘了我的身份的话 恐怕 会发生这几件事情 我用权力 但是我不谦虚 我呢 没有住在教堂 我经常的跑去 住在教友的家 方便的 我每天呢 不在教堂吃 在外面吃 而且都吃很好的东西 我花时间 在不重要的事情 打麻将啊 钓鱼啊 这些 变成呢 泥沙只是一个小时 其他的我做我的事 第五呢 我追求个人的权利 追求个人的权利 什么是我的 我要去追求 而且我呢 会常常在上 在人之上 在主教面前 我也要追求到我的权利 最后一点呢 师徒呢 要有人的心 要把人 看得重 把人 看得比 什么都重要 人 比建筑还重要 其实 你要看 人 看重人 不是建筑 如果你的生涯 如果你在堂区服务 让圣文圣去负责穷人 谁是穷人呢 你看都不看 不要管是谁 那恐怕 神父 你这一生 都不知道 你的地区 有几个穷人 You never know who are the poor 你不知道谁是穷的 如果你 你不去认识青年老人小孩子 如果你不搭进药理班的话 这些人 对你是远离的 远离的 你要搭进药理班 甚至于呢 跟小孩子玩一下 如果你 你不去碰他的话 这个小孩子 从小学到中学 再从中学 失踪了 失踪了 因为神父 这个对象 是他 这一生 没有碰到的 没有碰到的 所以你得到 要你搬去碰一碰 小孩子玩 有时候你必须这样 记住啊 小孩子碰不到我们 小学碰不到我们 一到中学 再碰不到我们 建政之后失踪了 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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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的 叫他们有病人 你要接纳病人 病人要有地方做 小孩子哭 你得接纳 如果你不接纳的话 你会失去年轻父母 年轻父母不敢来了 You lost the young adult 真的 You lost the young adult 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 到最后我相信 失踪自己本身也会跌倒 也会跌倒 当我们去研究人的时候 看清楚一点 看清楚一点 如果我不接受 小孩子哭的话 年轻父母不来 如果我不喜欢老人的话 老人家也不会来 如果我不去碰 药理班的小孩子的话 他们念完再过几年 他也是种能力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舍父的生涯成功在于 天主的恩典 在于他的生活跟主 所以这个是我的心声 好 教友们听了之后 你可以想一想 在某方面 你可以帮助神父 in what way you can help your priest 这是神父心中的心声 教友能为神父做什么 愿光荣归父 其子及圣神 其处如何 今日已然之道永远 愿出了天主圣父 及圣子及圣神 降服了我们